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7點半到8點 收看我們股市支持者的節目 我是支持者大家好 隨時台北股市連環的下挫 越來越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感覺這個錢真的很難賺 如果這個是目前觀眾朋友的 一個共識的話 那我要請我們的觀眾朋友 請你借我兩分鐘 這兩分鐘之內 我要讓你明顯的去感受到 你的兩分鐘 跟阿豪會員朋友的兩分鐘 有多大的一個差別 禮拜五 早上的8點54分 每一個會員朋友 通通收到阿豪老師的指令 包括昨天剛剛打電話進來的 台子一目前報價在8391 請用試駕來放空一筆 時間是在8點54分34秒 當時的位置 很明顯的看到已經跳空 下跌71點了 但是在這一通 在這個時間點 每一個會員朋友 通通收到阿豪老師的指令 在8391這個地方 請用試駕直接放空一筆 因為阿豪老師要帶你搶位置 當每一個會員朋友布局 完畢之後的兩分鐘 來到了8點57分09秒 加權指數還沒有開盤 台子一一當充空單 請先試駕獲利平倉 8點57分09秒 當時價位已經殺到了8364點了 在8391試駕放空的部位 請在8361這個地方試駕做一個獲利回補 只因為這兩分鐘 27點已經搶到口袋裡面了 27點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以一口大台為例 27點代表的是兩分鐘之內 你已經從這個市場上扎扎實實的 抓到5400塊錢 放到你的口袋裡面了 各位觀眾朋友 你得到的是什麼啟示 在這個台北市場上要賺得到錢 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好在每天節目結束之前 我叮嚀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開盤之前你不會通電話進來 你馬上就會做 昨天有打電話進來的觀眾朋友 今天的這兩分鐘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冷魂金5700塊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一個觀眾朋友 市場上他每天一開盤 就是給我們機會 問題是在於這種機會 你有沒有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 來協助你去掌握到 我們話說回來 這一波會讓所有觀眾朋友 感覺最納悶的 最難賺到錢的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市場上的激情 什麼叫做市場上的激情 在11月4號 外資買超105億 雙家行情啟動 工商時報 訪問了這個 外資 歐系的外資券商主管指出 國際資金昨天大買盤 之所以擴大 雙家效應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什麼叫做雙家 家空手 家空頭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什麼時候放出了這個消息 11月4號 各位你回過頭來看 11月4號那一天 出現了什麼樣的一個消息 外資告訴我們 他要開始準備擦空頭 要開始準備擦空手了 所以在那個激情之下 尤其馬其惠的消息 在當天同時放映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讓很多觀眾朋友的一個激情激發起來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 你跟我一起經歷的 這個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如果你是我觀眾 你是我股市資助人的觀眾朋友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時候危機出現 11月6號 11月4號這一天消息放出來之後 指數持續往上攻高 沒有問題 最高點來到8871點之後的隔天 11月6號 各位既然他要擦雙擦 要擦空頭要擦空手 你就不能夠跌破反轉點 因為你一旦跌破反轉點 就代表你是拉高在做出貨 我相信在當天的節目裡面 好在跟各位報告 這是一個標標準準的肩頭反轉 並且叮嚀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他在形態上 在11月6號禮拜五 他呈現一個肩頭反轉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他是一個相當強烈的反轉訊號 而且在K線暗示8445 你必然在線的前提之下 你假穿頭 務必來做一個增破底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再回到這個地方 外資放消息 他要開始雙擦 往上最高點來到8871的時候 隔天禮拜五 是不是一根長黑K棒跌破了反轉點 我相信肩頭反轉 這個只要是你有學到一點點技術分析的 你都非常清楚 他是一個肩頭反轉 重點在於 當他假穿頭確定之後 那接下來只有一個方向 務必來做一個增破底 而且K線暗示 8445一定會讓你在看到的當下 這是不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肩頭反轉 你看到了 阿豪也看到了 但是你看到肩頭反轉 你或許會覺得沒有關係 可是你看到阿豪老師的堅持 禮拜一 11月9號 繼續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一個追蹤 肩頭反轉之後 更糟糕的 他呈現了一個三壓落頂的格局 禮拜二 趨勢向下 他要做什麼動作 他是不是假穿頭之後 要來做一個增破底 要來做一個增破底 那增破底 他至少會看到什麼地方 是不是K線暗示 8445這個點位 他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到了11月11號 光棍節當天 市場上看到的是什麼 可以的話 這個地方再請幫我們放大 當天他是不是做了一個假穿頭 他務必來增破底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8445已經讓你看到的 是不是最低跌到了8415點 昨天十字變盤之後 今天禮拜五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市場上 在最激情的那個時間點 告訴你要雙軋 但是阿豪 盡我的所能 在我的節目裡面 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他明明就是在做一個肩頭反轉 表示這一波 他假穿頭成立 他強烈的反轉訊號出現 他務必會來做一個破底的動作 到今天為止 8329點 各位觀眾朋友 這市場上真的難 這麼難賺得到錢嗎 肩頭反轉 你看到了 阿豪也看到了 阿豪看到了還不打緊 在過去的這下跌的每一天 阿豪持續在我們的電視節目裡面 跟各位去做一個追蹤 肩頭反轉 他就是要做一個假穿頭 他一定會來做一個爭破底 至少你在8445看到之前 只有一個方向 那叫做權利的去佈空 問題是 在這一個機會裡面 你跟我一起經歷的這個機會裡面 阿豪做了什麼事情 我為我的會員朋友做了哪些規劃 我每天都在電視節目上 一五一十的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來做報告 11月4號 11月4號 然後當時價位還在8877點的這附近 阿豪規劃 11月5號你的機會來了 8895到8897部件空單 8885坦升一樣是部件空單 就只有一個方向 那叫做空 11月5號 當他還在醞釀這個頭部的時候 跌破這個景線全力放空 11月6號 只要是跌破這個景線跟進放空 到了禮拜五 一根長黑灌下來 你看到的是一個尖頭反轉 我看到的是一個賺大錢的機會 跌下來只是一個 反轉行情的剛剛開始而已 你在這個地方有部件空單的 反彈破線點線是你最佳的空點 8745繼續空 如果他要破底跌破了8650點 要跟進放空 只有一個方向 那叫做空 11月9號 當天指數拉高到8748點最高點 我在前一天規劃8745點這個地方 破線點線是你最佳的加碼空點 破底之後繼續往下灌 在任何時間 在這一段時間 你任何一天你進到這個團隊裡面 即便是在11月9號 你在8745點這個地方 你確實有去執行放空指令的 一天34.9%的一個絕對報酬 你會覺得這個市場上 真的這麼難賺得到錢嗎 還沒走完 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 行情繼續空 11月10號規劃 11月11號的光棍節 指數它只要跌破了8526點 你一路的就是跟進去做放空 各位觀眾朋友到今天 你一路上看到阿哈老師幫你規劃 從8900點一路跌下來 到今天已經跌破了8400點了 這500點的一個行情 你真的覺得這市場上要賺得到錢 是這麼困難的事情嗎 只有一個原因 你不是阿哈老師的會員 你在這500點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跟著阿哈老師 我們共同來奮鬥 如果你是有我盤中的簡訊的話 如果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信任阿哈老師 你會得到什麼 大家看仔細 這段時間 非常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選擇跟阿哈老師 站在同一陣線 不管你哪一天進來 阿哈老師只帶你做一個動作 11月4號 早上的10點11分12秒 台子依目前包價在8862 請試駕布空 隔天11月5號 9點36分58秒 每個會員朋友 8882到8884 不建議破斷空單 指令發出去之後 當它來到了8885點 只代表一件事情 會員朋友在8882 以及8884 定價放空的破斷空單 已經全部穿價成交了 時間是在11月5號 當時價位還在8884點 你今天看到的是多少 已經點破8件4了 11月6號 11月6號 上個禮拜五 8點54分 台子依目前報價在8854 市價給我空 除了空之外 8884以及8862的破斷空單 全部續爆 因為R老師還要帶你再繼續加碼 因為R老師還要帶你再加碼 放空 只因為咬對了就是要讓獲利持續 咬對了就是要讓保證金 瞬間爆發 我們看著 周秀二日回來 周秀二日回來 禮拜一 10.44分50秒 那到底要空到什麼時候 這一波我們短波 它至少先來到8433點 所以手上在8433还没有到之前 8862 8884空单续报 礼拜二 10月11号 11月10号 8点54分17秒 刚进来的会员朋友 跟着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同步 台子一目前报价在8566 市价空 11月11号 光棍节当天 所有新进的会员 跟我们全体的会员朋友 同步8点55分48秒 台子一目前报价在8536点 请市价放空 那到底要空到什么时候 直到9点52分 我跟我全部的会员 做了这个说明 11月的台子 短波初估下跌目标 8433已经到了 第一阶段已经做了一个完美的ending之后 第二波波段的操作 我们会等待行情 谈升再做另行的规划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一段行情 你跟阿豪老师 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 大家共同经历 差别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 任何一个时间点进到 我的团队里面 这下沙的500点的行情 阿豪只有带领一个动作 那叫做空 空 空 他越跌我越空 因为这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那如果同样是500点 如果你选择相信外资 很多投资朋友觉得外资 他们听到外资眼睛就亮了起来 你如果选择相信外资 这下跌500点 它会启动一个双咖行情的时候 你全力的去加码多 加码多 加码多 这500点的行情 有人 财富翻倍 有人 从市场上毕业 这是不是天堂跟地域 就在一线之隔 更何况你是我股市支持者的忠实观众 你还会感叹 在这市场上要赚得到钱 真的不容易吗 给我两分钟 你看到的是两分钟之内 5400块 立即的抓到口袋里面 那这一段 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看到500点的行情 它是让你的财富 整整翻了一倍 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包括很多从事股市操作 股票操作的一个观众朋友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阿豪也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了一个报告 你或许在股票操作里面 你100万的资金 或许只是一个小咖 高价股 你买不到两张 浩顶 400几块 你大不了买个两张 可是你如果犯个角度 你回到这个期货市场上的话 10口保证金要多少 83000块 10口保证金也不过才83万 你同样的那个资金 你转到这个股票 期货市场里面 你经有一波对的行情 经有一波有策略的 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你财富汗被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礼拜 为什么 当一波行情看对了之后 加上一个正确的操作策略 要给你的是一个 盗金字塔的操作策略 什么叫做盗金字塔的操作策略 首先它必须先设定一个封顶 也就是一个起跌点 比如说这一波的8884 接着以5比3比1的卖出持有策略 来向下操作 待这一段行情从低点 向上突破了盈利点之后 再全处来做一个回补 这个叫做盗金字塔的一个操作策略 这一波500点的一个行情 下沙下来 很多人是从这市场上毕业了 可是阿豪要给你的 不只是看对了行情 还要把你的获利 把它推展到极致 我用的是盗金字塔的操作策略 什么叫做盗金字塔的操作策略 首先你必须要先设定一个起跌点 就好比这一波8884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放空 放空完毕之后 当指数继续往下跌 当你看对了行情之后 在关键的时间点 再去做一个加码放空的动作 可是很多人这一波行情 你看阿豪老师的节目看对了方向 可是却赚了100点200点就落跑 因为你没有阿豪老师带你做盗金字塔操作策略 当这个地方8745点 在加码放空的时候 接下来下一个加码点 再跌破了8600点 再去做一个加码放空 直到整波段的出估目标价达到为止 在关棍节当天 完整的跟各位做了一个示范 8884点 第一笔空单 五口 以5比3比1的比例 当它跌下来到8745点的时候 8884的这五笔空单 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幅的获利了 你从市场上已经拿到获利了 再把这些钱再继续压下去 8745点再加码三口 跌破了8600点 做最后一次加码 一直到出估的目标价达成为止 这地方请做一个放大 当一波行情你看对了 而且搭配一个正确的操作策略 五口 跌下来 三口 跌破8600 做最后一次加码 各位一波500点的行情 你经由到金字塔的一个操作策略 你可以完整的把3816点 把它抓到你的口袋里面 以大台1.200点为例 76万 你可以扎扎实实的把它抓到口袋里面 只因为你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帮你看对了方向 并且运用了一个有效的策略 那叫做到金字塔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 很多人在感叹 这市场上真的很难赚到钱的时候 我实际上带领团队 两分钟从市场上抓到5400块钱 更重要的 你在股票市场 你或许只是一个小咖 但是你把100万的资金挪到期货市场 你可以运用到的是 一个礼拜的时间 运用到金字塔的一个操作策略 让你的财富完整的做了一个翻倍的动作 你还会感觉从这市场上要赚得到钱 真的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吗 我相信很多人看R老师的节目 已经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甚至有些人千金难买 早知道这个系列已经看到163集了 从这市场里面 这163集里面 我们经历了台北股票市场 多少让你赚钱的机会 市场真的没有提供赚钱的机会 我相信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他确确实实有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就好比这一波500点的一个行情 你借由100万的资金 有效率的 有计划的 去做一个加码 一个礼拜的时间 5个交易日的时间 可以让你的保证金专户 从100万暴增到 176万3200块钱 这市场上难道真的没有提供你赚钱的机会吗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下个礼拜是重新的开始 第一波500点的行情 我们已经完成规划完毕 而且落袋为安了 下个礼拜三 是12月台子期 正式登场的一个时间点 第二波的一个规划 就从12月的台子期开始 你要再错过吗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来跟各位报告 礼拜一重新开盘的时候 怎么样让自己一开盘 就站在对的位置 等一下回来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期股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期股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小戴开心的开水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卫系安全带致死率 为有些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 纯绕整部 预付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一致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的新幸福 仅仅细助全家不高工具关心您哦 下个礼拜一重新开盘 怎么样让自己一开盘就站在对的位置 看清楚了 11月13号是礼拜五 我帮你规划的是下个礼拜一 11月6号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 操作策略有两个 以第二项为安全 关键的点位 我已经帮各位规划好了 我在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再次的去做一个叮咛的事 我每天在我们节目要结束之前 跟各位报告的 开盘之前 你拨一通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昨天你看到节目 你有把电话拨进来的 今天你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把市场上5400块 扎扎实实的放到口袋里面 礼拜一 怎么样让自己一开盘 就站在对的位置 同样的 阿豪再次叮咛各位 开盘之前 你拨一通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 登记之特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投资获利双指标 雇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雇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起股双赢一把照 雇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获利双指标 雇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雇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照 其股双赢一把照 gold的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一只救世间 健能everyday 你又生下 好 不愧是 我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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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愧是 你不知道上下车 要两根式开门吗 在这 第一段 开启车门10公分 并转头确认后方 第二段 坚然无来车后 再完全开启车门上下车 这样GPG哦 无论度啦 上下车辆活流神 紧记两段式开门 现在中途无人減啦 我要用我的大黄风 带你来转 变成真感 好 好事啦 只要喝酒开车出事 风险公司在背後收海铃铃铛 又向造势则托利败金 而且无法又计划一条 好 好 又大黄风呢 都把我们上车上去啦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无保险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致命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 与破碎流行程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 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搭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比较